在這邊特別要跟現場的嘉賓 一定很多人也不太認識 這是2013年的桃園縣原住民族 及排灣盧凱族聯合封年紀 可以看到有族人在名為祭典的現場上 巨木頭比賽或是歌唱比賽等活動 跟部落傳統祭典相比 似乎少了傳統及莊嚴氣氛 但是旅居都會區的族人無奈說 因為許多人都是從不同部落 遷徙到都會地區 所以要扮像部落一樣傳統 困難度相當高 族人無奈搖頭 其實也很想要把部落傳統祭典儀式 搬到都會區來進行 繼續傳承給自己的孩子 但是都會地區族人來自不同部落 各部落的記憶 割搖不同情況之下 呈現上有難度 太多部落不一樣的部落 所以像要寫故鄉的動作的話 根本沒有辦法再寫他們的 所以這個的話我看很難 真的 像我們動海岸的歌跟華蓮的歌不一樣 不太一樣 所以華蓮唱他的我的話 大部分都不會跳也不會唱 像我們一萬的歌唱了跳 有的人不會就是這樣 所以很難 還很難用裝筒的方式來跳 旅居都會地區的族人舉辦祭典偶爾參雜些娛樂活動 有時也會被外界或內部族人拘疑 娛樂性大獲於祭典意義 但旅居在外族人認為這是目前都會地區舉辦族群祭典的窘境 但也因為這是一箱遊子在都會地區可以跟族人相聚的時刻 所以他們說也不會排斥參加都會區的活動娛樂性質或中慶會意味濃厚的豐年季 他們說參加傳統祭典他們也是會回到部落參加 記者安算導師有新北市細紙採訪報導